大家好 时间来到北京时间的9点35分 将焦点转向双城论坛和柯P模式 台北市长柯文哲顺利地到上海参加双城论坛 他提出的15新观点 两岸一家亲 被认为是务实弹性 但是有人批评柯文哲等于是被纳入92共识的框架 遭到了统战 这次的双城论坛 柯文哲有哪些得失呢 而柯文哲说本次的双城论坛是 民间先行政府支持 这个所谓的柯P模式是否真的可行 而这是否能够作为台湾政治人物 未来处理两岸关系的基础呢 在这个话题上我们依然请到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学系教授邓中坚 还有台湾践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 严建发教授来为大家进行分析 两位大家好 此外在节目进行当中 海峡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 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 发表您对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 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请打 400-120-0551 台湾的观众请打 00-801-148-940 那么首先我先来请教一下 这个柯教授 邓教授 这是这个柯文哲呢 他的本次这个双城论坛之行 他的德与诗分别在什么地方 我想如果这个德试 其实应该有一个基础 事实上这个很难去定论 不过我们如果是德来讲 就是在试前 大家这个觉得双城论坛已经可能没办法举行了 所以对柯文哲来讲 他我想他唯一得的其实就是能够举行双城论坛 因为这个双城论坛无论我想就这个所谓理论面 从十字面上来讲 其实都是柯文哲很想要推动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柯文哲在第一次接受这个大陆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强调的是 事实上他偏中一无 虽然他提到了 尊重或了解 或者是过去所做的各种协议 这样的看法 但是他强调了他是一无共识 那么可是在第二次谈话的时候 至少他做了一点 就是他了解和尊重九二共识 第一次他谈都没有谈 他只提到说 大家知道没有两个中国 一个中国不是问题 就是你可以看到说 他的变化其实是他希望能够有双城论坛 当从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其实他也未必排斥双城论坛 但是他建立了一个最基础的就是九二共识 那么因此如果看到 甚至看到他们比以前达成的协议 或者是接触的这个层次上来讲 其实都无法跟过去相比 你如果真的是有德 就是让这个关系持续下去 好的 谢谢邓教授分析 那我想请教一下台北的廉建发教授 同样也要请您来分析一下 柯文哲的德语师 而且所谓的另外请教就是说 所谓的柯P模式 是否真的能够成为 未来蓝绿阵营的政治人物 面对两岸关系的做法 因为我们看到民营党籍的台南市长 赖金德他也说了 他说柯文哲的两岸一家亲必须要有一个前提 这个基础就是要建立在中国当局 要撤除对准台湾的导弹的前提之上 才能够被台湾人民所接受 您觉得这样的说法是否有道理呢 我想回答第二个问题 我想柯P模式大概不可能成为未来民共之间的一个交流基础 因为北京本来就是希望用柯P来压迫民进党 所以它只是个工具而已 它并不 也就是说这样的议题只是个工具 并不是它的目的 它最后目的还是希望民进党能够接受九二共识 甚至进一步接受一个中国原则 所以我看这不可能 至于柯P德跟施 我想要柯P自己去定位 但整体来讲就是说 它的德其实等于是它的施 怎么说呢 因为从它的德可以看出来 它的整个台北市的对外交流 它是非常依赖上海 依赖中国大陆 那如果以这样的发展来看 现在只是一个起点而已 未来我看它受制于北京 还非常多 包括像2017年的这个世界大学运动会 像这个 这个我相信也可能在很多方面 它也需要北京方面的支持 那从总体来看就是说 这一次可以看出柯P其实是更急着 要去中国 而不是反而是中国对城市交流 还没有向它兴趣那么浓 那所以我觉得在整个策略的运用上 短期来看 柯P是有一点获得 但我认为这只是一个 在继续付 就是没有回头路 继续还要再付出更大代价 而且我相信背后 北京一定会在压迫它 更进一步来接受九二公司 或者包括一个中国原则 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是好的 谢谢袁教授分析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这台北的主持人 叶博弈 请他继续请教两位嘉宾 博弈 好的 谢谢 那么首先还是想请教 严建发教授 就是您刚刚也提到 就是说 柯P模式是 可能不太会为这个民进党 跟共产党的交流所接受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 就是说 显然共产党方面是 还蛮满意 柯P这次的这个做法 因为相较于之前 高雄市长陈菊 台南市长赖清德 到大陆去访问 可以说 这个他们都还蛮宣示 台湾的立场跟主权呢 大陆也觉得 面子不是很好看这样子 但是这一次的话呢 这个柯P可以说 至少他们给了 柯P很大的面子 当然另外 也有这个 当柯P回来之后 也有独派 胜率的团体 到台北市政府去抗议 这个柯P主张的 这个两岸一家亲的说法 那说柯P骗票 那柯P就说 他没有骗票 他说就算是骗票 也是从头骗到尾 他没有改变过 因为他从选前 他就开始主张 两岸一家亲 所以他当选了 选后他主张 这个两岸一家亲 他也的确是始终如一 那您怎么看 这样 就是说 虽然您觉得柯P的模式 应该不会为民进党所接受 但是 会不会在这其中 还能找出的一个折中点 是这样 我觉得 北京方面 对于柯P 是应该没有那么满意 但是至少接受了 主要是因为相对于过去 北京的定位他可能认为他是深绿 至少他心灵层面是深绿 所以如果能够尊重 而且谈既有政治基础 对北京来讲他觉得可以了 他至少觉得柯文哲往前靠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说他透过这个上海市长 杨雄也在第二天有问他提到九二共识 柯P没有回答 还用义务观点 到最后一天请吃饭的时候 回请的时候 杨雄就没有出席了 我认为这是一个信号 表示对柯P有一点点不满意 所以柯P又在那个场合讲义务观点 这其实不是北京要的东西 但是他回来以后深绿的去对他抗议 我觉得这对柯P反而是保护 让北京知道说柯P做的其实也不容易了 因为台湾内部有很强的反对力量 不是柯P能够完全控制的 所以我认为说 但这个将来能不能成为民共的互动模式之一 还要再看看明年 假如蔡英文能上台 假如明年还要看明年的气氛 假如中国大陆他自己内部陷于内幼外患 他无法来处理太多问题的时候 那也许说某种程度的妥协 也许柯P模式就可以用 那再反过来讲 如果蔡英文上来以后 发现整个事情不好处理 而且必须要仰赖北京的话 那也许他会考虑到 柯P模式或许也可以思考 所以我认为未来 还是要看整个情势 整个内外在的情势 两边对内外情势的承受力 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 那么回到华府 我们一下请教邓中坚教授 就是今天您刚刚也提到 这个一五新观点 就是柯P所提出的 这个一五新观点 那他在上海的时候 也是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那么当然上海市场 杨雄还是重申九二共识 那么有人认为说 这是九二共识 柯P他自己或许也认为 就是说一五新观点 可以抗衡九二共识 甚至可以有可能取代九二共识 但是一些深绿的人 就觉得说第一个 你承认你说两爱一家亲 根本就是被统战了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你说尊重了解九二共识 那其实也是落入到 大陆的圈套里面 就是大陆想要的东西 那么究竟一五新观点 您觉得是可以抗衡九二共识 或者取代九二共识 或者是一五新观点 其实是落入九二共识的 就是独派所不满的地方 您的观察 我想在一段时间之内 一五新观点 或者一五共识 是不可能存在 或者说成为一个新的模式的 因为就在之后 这个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在华府就讲了 说这个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其中特别强调了一个就是说 要不是九二共识 要不是开历史的倒车 隔两天之后 这个副主任就开始讲了 说这个所谓的倒车 已经做了一个诠释 就是说两岸观一批 就会走向很崎岖 而且甚至会带来 不可预测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说 从这个这样子来讲的话 那么中国大陆对于 这个九二共识是很坚持的 那我们再回想一下 在2008年 马亦总统当选的时候 当时中国的国家主席 胡锦涛跟美国的总统 小布希通了一个电话 事后特别是由国家安全 顾问Hedley 举行的这个记者招待会 强调这两位这个总统 同意这个所谓的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那么所以在这样子一个 情况之下 中国大陆不可能在 这个九二共识 这个方面做退让 那么我甚至可以在这里 大胆地预测 九月份习近平跟欧巴马会面 是不是他会同时再提出来说 再一次地确认九二共识 那么这一点是值得 我们去注意的 因此我觉得说 回答您刚刚的问题就是 一五新冠领域共识 这个是柯文哲讲的 他自己很好 觉得很好 但事实上怎么样 我们大家 尤其研究这个两岸关系的 也就是中国大陆的 都会有同样的认为 就是说他还是不能 盖过九二共识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要议 好的 谢谢博弈 也谢谢这个邓教授所分析 我们现在线上 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来电 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 首先请黑龙江的顾先生 发表您的看法 顾先生你好 我台湾人呢 我告诉你们呢 你们最没有资格 谈抗战的历史 像李登辉说的没错 台湾人在抗战期间 就是汉奸 他们在帮日本打中国 告诉黄耀义 你不要误导听众 你看了《开头学研》了吗 看这部电影了吗 那部电影没有篡改历史 好不好 记住了 没有篡改历史 你们台湾人就是汉奸 好的 谢谢黑龙江的顾先生 我们待会请台湾的嘉宾 来回应一下 所谓这个汉奸的问题 那么也关于这个 所谓以毛泽东来换蒋介石 对于这个历史的定位 是否真的是这个样子 我们接下来请的是张华的陈先生 陈先生您好 我有对你那个 说我们是汉奸 我觉得很不妨礼 因为我怎么 我怎么逼这么说我们是汉奸 但是一边本同事 所以才会那个 就是历史的悲剧 喂 是 好的 谢谢张华的陈先生 我们接下来请高雄的 杨仙人发表您的看法 杨仙人请说 那个台南市长 那个赖清德 说把那个什么 什么飞弹撤销 对 笑话 你为什么不叫民进党案 你都会把那个台独钢领撤标呢 那你不搞台独 人家飞弹是对付你的吗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一天到晚 睡做梦都想搞台独啊 你台独钢领怎么不敢去销呢 你叫人家飞弹去销 不是笑话吗 你赖清德 你一天搞台独啊 李登辉说 那个日本还是台湾人的祖国呢 钓鱼台也是日本的呢 对不对 你叫飞弹撤销 你为什么台独钢领不撤销啊 你赖清德你要检讨嘛 小孩子嘛 人家中共不听你的啦 你要把台独钢领撤掉啊 好的谢谢高雄的杨卿我们听到您的说法了 我们现在我们请严建发教授来回应一下几位观众朋友的这个来电 包括刚才黑龙腔言先也非常这个强烈的言辞来批评台湾人 您的看法怎么样呢 因为前面有个观众已经替我这个回答了 所以我就不要多说了 因为这种问题大家冷静谈 不要搅起这个情绪 不过我想我们可能我们刚刚就在谈的就是一个历史脉络的问题 就是说你既然叫做开罗宣言 你如果说是谈比如说中日的某个什么战役 那我们就没话说 但你既然叫开罗宣言 那开罗宣言这几个主角里面 确实蒋介石是一个重要的主角嘛 即便台湾有很多人不喜欢蒋介石 也不能抹杀这个历史事实嘛 那你任何的戏剧 他有他的要表达的意思 但是基本事实不能变 所以我想大陆这个朋友应该是冷静的看着问题 高雄杨先生这个说法 我不大能同意 就是说不管你今天主张什么主意 绝对不能被用武力来威胁 不管说你有台独党纲 你喜不喜欢他 这是一种思想 这是一种每个党的政见 但也不是说你台独党纲就一定要被威吓 我想这没办法解决两岸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 杨先生你作为一个台湾人你讲这种话 你等于是赞这个支持的这个北京对台用武的这个口实 我觉得这不是很好的一个说法 是 谢谢袁教授 那我同样要请教一下邓教授 来回应一下我们观众朋友的说法 那当然我们讲到这个高雄杨先生的这个部分 我也想到他说 他说只要你不讲台独 那非但自然不会对准你 不过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中国内部有很多人其实也是批评所谓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一个两国论了 尤其像之前我们这个洪秀柱讲的这个 让大家觉得有点吓到说不能讲中华民国 因为这就是两个中国啊 那所以有人也认为这是法理台独 所以今天台湾是否变成说我一定要承认我就是台湾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才有可能会被撤出飞弹呢 我想今天急令使中国大陆也不敢讲这句话出来 对不对 他就是讲说我们都同属一个中国嘛 所以这一点上来讲 急令中国大陆的当权者他也很注意 不过回到刚刚提到的这个开楼宣言 9月3号才放映 所以我们谁都没有看过 究竟内容如何 我想不是任何人可以批评的 那么他究竟会沉业怎么样的面包 其实这个片子主要内容是讲一个破译电码的这个人为主角 所以这个是严重了大陆这些朋友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汉奸这个问题 我觉得在二次大战期间或在日本殖民期间 在台湾的汉人或原住民是二等公民 为什么呢 我会讲这个东西 第一个 你只要不是日本人 你能读到工学校也就是国小毕业 那一个是托天之大性 更不要说去读初中 那根本有极少数 读到高中绝对是四升阶级以上 读到大学那更是望族 这个当地的这个 所以大多数的台湾人在日据时代 或者日本殖民时期 其实他是二等公民 日本人从来不把他当作一个平等对待的 我说是日本殖民政府 日本政府 当你说人民与人银之间 大家可能都是邻居 可能在某种状况上 大家能够相互相友好的这个交往 但实际上台湾在经济上 就是供应日本稻米 还有糖的主要的这个基地 所以今天台湾的这个经济当中 我们看到的一些现象 都是日本时代流行下来的 因此说这个汉奸 我觉得说太严重了 我相信这个台湾人民 他只有自己的一个意识看法 绝对是不同于日本的 除了少数之外 而且我相信 如果以这样强烈的言辞 来批评台湾的这个朋友的话 恐怕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差距 跟那个间隙只会越来越大 是的 我们现在线上还有几位观众朋友 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 首先请的是高雄的徐先生 徐先生您好 您好 台湾同胞 从日据时代 台湾被日本占领的时候 就抗日抗战了40年 从那个加巴连事件 加巴连事件 就是新化事件 日本人屠杀了台湾多少 日本人屠杀了台湾的二十几万 八卦山战役 台湾义勇军 被日本人屠杀了 也将近十几万 你都会这个日本狗杀 说台湾人没有肛事 简直是胡说八道 捂住我们台湾人 抗日的精神 是好的 谢谢高雄的徐先生 我们听到您的这个愤怒的 这个支声了 我们接下来请河南的 史先生发表您的看法 请您简短发言 史先生您好 请您以30秒简短发言 好 可能实现了这连线有点问题 那我们最后我们来请这个邓教授 最后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就是刚才这个徐先生 他也非常的愤怒提出所谓 这个在台湾的 跟日本那个统治时代的一些的问题 不过我们这个主要 我们今天主题讲的是科批的模式 从台湾有这么多不同的历史的角度 历史的包袱 还有不同的这个历史上的这个统治时期 或是不同的血统的关系来看 台湾在对于中国大陆的交往上面来讲 到底有什么样一条可行可以走的道路呢 是这个科批的模式吗 还是说一个比较走向自己主权的 坚持主权的一个方式 还是说比较好像一个统一的道路呢 从我们研究国际关系的观点上来讲 有些地方是要保持一个模糊的 那如果两边在一个基本原则之下 能够这个继续交往 其实对彼此前都是有好处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比如说你今天回后台比对比不一样的 就是说中日关系 虽然剑拔弩张 可是我们也没注意到 事实上两边还要继续的去交往 不管是中国大陆 他最后还是要跟这个习近平 最后还是要跟笑脸 跟这个安倍见面 那安倍也要想尽办法 在他814的这个声明当中 平衡了表达出来了 所以这点上来讲 我是给我们一个参考 就是有时候模糊 大家共同发展是好的 是好的 谢谢邓教授 我们最后来请这个建行科技大学的 严建发教授做总结 严教授 是我想我们在看历史 就是要尊重 尤其在一个民主化的这样一个浪潮底下 那对于过去 每个人的不同的遭遇经验 都给予一种谅解跟支持 我想这样 大家才能够携手走向共同的未来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 那么同时更要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 收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好的 由于时间关系 今天的海峡论坛就进行到这边 感谢博弈 还有台湾建行科技大学 气管系 严建发教授 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 也感谢台湾国立政治大学 外交学系的邓教授